台南慈济小学成立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 已经交出了亮丽的成绩单 而获得了天下亲子杂志 评选为推荐的三百所的特色小学跟特色学校 那么这当中最为人大家所敬敬乐道的 就是这个学校不重视升学率 重视的学士品质教育 品质就包括了孩子的品格才艺 当然更包括了生活的礼仪 跟落实在生活当中的环保 而这当中最重要的推手 当然就是以爱家来经营学校的校长林淑琼 林淑琼的沟通方式 其实就是在管教当中不识礼节 严谨当中又不是亲近 几乎可以把全校的孩子的名字都叫得出来 孩子们都很爱亲近他 下课的时候都会到校长室里面报到 因为校长会请他们喝喝下午茶 大家聊聊心里的悄悄话 所以很多的孩子都把校长当成是老奶奶一样 而全校也像是个大家庭一样 大家都非常有向心力 每节下课林淑琼的校长室 总会传出此起彼落的笑声 原来给人严肃印象的校长室 在台南慈小的小学里却是学生下课最爱的去处 为什么谁爱校长 因为校长爱我们然后我们也爱校长 喜欢到校长室来吗 喜欢 为什么 因为校长有时候都会给我们饼干吃 而且校长对我们很好 校长室犹如另类的补导士 学生们的喜怒哀乐 通通会跟林淑琼校长分享 也难怪每节下课 校长室总是热闹滚滚 对此小学生来说 能跟校长一起喝下午茶 甚至跟校长拍照 都是一种荣誉的象征 我觉得引导孩子就是让他觉得 你很爱他 那很多事情他就会觉得很 学习的很快乐 所以特别准备什么特别 小朋友最喜欢的是草莓 跟巧克力的口味 校长室的橱柜内 除了用来招待钱来诉说心 是学生最爱的点心饼干之外 还有不少从网络所下载的各类充电资料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师兄寄给我的 他写 如果没有把孩子教会 他有同理性 教育是失败的 说太多孩子吸收不了 不过师长所作所为 孩子全看在眼里 所以一身作者一直是林淑琼 从事教育工作以来不变的原则 生性怕热的他 就坚持天天步行到学校 自身来贯测学校所推广的减碳运动 教育不能落伍 教育要成长 教育要进步 那我带领这个团队呢 我要让我们年轻的伙伴觉得 校长永远都在往前走 自己做榜样 做给学生看 就是这一份教育的坚持 让已经退休移民的林淑琼 又回到了台湾慈晓当校长 面对学生 他总是精力充沛 丝毫没有倦怠感 在他身上 我们看到了一位教育工作者 不变的热忱与使命 人生其实才开始 七十才开始 六十算什么 所以我还是觉得 有一个年轻的心 大海新闻学年香红树 台南报道